大家好 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我们前面讲了实现选择国家地区列表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注册里边 如何来设置它的一个头像 首先我们看一下效果图 这里边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里边可以设置它的名称姓名 这里边点击它的时候 然后就可以编辑头像了 它可以拍照 可以从信用册进行一个选取 我们主要实现这个功能 好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代码 这里边点击 Droid的时候 我们就把我们的UserInfo 配置来显示出来 Let 这就是我们这个配置 然后我们把它显示出来 Push 好这是我们的对应的类 我们资源文件我已经加好了 这就是它的一个图像 这里边我试着它的名称姓名 然后 这一块我放了一个微友 里边有一个图片 然后 然后这个编辑 其实是个按钮 它有一个具体的响应函数 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下 首先把我们的代码进行一个整理 这是一个设置 好这是一个设置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 B 然后 Watt 这就选完之后 设置我们这个图像 好我们先添这么多 然后我们实现我们相关的一个代理 好先添一下 那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资源 对应的一个关联关系 有没有建立上 这个info page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back 这是backuser的图像 然后 Watt 编辑 set AVAT 看有没有写 写正确 backview backview 我们看我们backview有了 backuser 我们还没有建立 看我们这里边的backuser 我们把它改一下 这几个主要是为了设置圆角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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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也可以用它 这里面是Watt 我们把它改一下 好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这个设置的时候呢 我们看这个 我看没有 新的 看这里面就说明我们建立正确了 这个原点 注意一下 light page image pick controller 看一下 这点 sauce tab 点 poto living 这个就说明我们从数 从这个相册里来进行一个选取 by zinger 我们运行一下 点击下一步 就出来这个图形了 点击编辑 这里 这里面我们看它没有 它说明没有进我们这个 有卡 进来了 好 探出这个形形 然后这里面就会出来 我们这个选择图像 在这个地方 然后选完之后呢 我们要实现对应的一个 这个代理 来设置我们的图像 这个代理 这个代理呢 大家可以看 其实就是这个 三个神 这里面选完之后 设置一下图像 然后把我销毁 再看一下 这边编辑的过程 我们再讲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其实是有圆角的 我们上一集可以讲了 如何在设置圆角 我们一会再加 圆角呢 其实就是 看我们这里已经 已经设置了 其实就是它 再我们这里加一下 再把我们的user 再设置一下 这是我们没有设置圆角之前的 先看一下 就是这个 看这里没有圆角 点击编辑 点击编辑的时候呢 在这里边会弹出一个 这个图 这就有un image peak wheel 这个就不用我们去设了 比如我选了它 它会掉这里边的代理 这就是我们 再看一下 刚才它有个警告 我们一会看一下 看这现在就有圆角了 它就加上圆角了 这里边 我挖得点偏近 这个图 我们把它加加进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默认的图 看下我们这里有没有啊 这里边 把它放到我们的图片里边 这有了 我们把它加进来直接加进来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在没有添加图片的时候 它有一张默认度 还可以 那这里边呢 我们还忘了一句 就说代理的一个回调 这里我们要设一下 刚才我们选完为什么没有生效 因为我没有设它的代理 再运行一下 它这里为了方便我把它动画去掉了 大家用的时候再把它放在就可以了 好 看它的图片就变了 变成我图像了 再点 头像又变了 这就是我们这里边的一个功能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呢 我们再进行一个完善 设置一下我的导航条 然后呢 它的标题我可以设一下 下一步 do right 这个do right 还说呢 就是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添加付款方式 我们可以把do right 我们可以把do right先拷过来 我们可以把do right先拷过来 这里面可以写我们的ide 好运行一下 跟我们的效果图可以进行一个对比 这里大家可能看不清太清楚 建立基本资料 这是返回 这是下一步 我们的下一步 其实就是这个还没有加它的一个 类 这个我们先不加了 先下一步 我们再讲 我们点击 编辑头像的时候 就出来我们的这个头像的一个选取 这是主要是这个功能 现在大家可以看了 我们只添加了一个 只添加了 从相册里选 如果从相机拍照如何来写呢 其实这里边只要改一下这个就行了 改了camera 就是从相机拍照来设置头像 这个主要只能在设备上来进行一个测试 所以我们这里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就可以了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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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